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Laurie 刚刚放完圣诞假 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以及刚刚过了个愉快的假期 今天的节目真的很愉快 因为有个笑话听 为什么呢? 就是美国上下是否反华反到走火有魔 这个参议员最近有新的笑话听 就是一位叫做Rick Scott的共和党参议员 他自信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国的大选 他说中国的大选是用汾水去种植的 去淋水给他的 这个做法是不安全不卫生的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公共卫生 经济繁衡构成严重的威胁 当中国威胁论发展到极致的时候 连可怜的大选都会躺着中枪 今集一定跟大家讲讲 这几年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因为你无论估计 甚至美股美債求领导极差 但我反而觉得这个时候是更加要积极 比于通缩这件事 其实两年前我们已经完全讲了 比如说美国会疯狂加息 联邦基金利率去到5点 5至5点 以色列就是那个数字 当然不是说叫你全军出动去火中取栗 更好地去配置你的资产 除了定存之外 其实你这些时候而说 有些比较好的表现 其实你是一个大型格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你热升 或者跳级的一个好的时机 你不要浪费上天给你每一次的危机 首先参议完Rick Scott 其实他去指控中国大选的说法 所持的理由就是这样 他就说外国种植的大选的质量和安全 是存在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最明显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所种的大选 他意思似乎就是说 因为共产党是邪恶的 所以他这个政党核下的一些农田 所种出来的大选都一定会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对美国是有害的 如果他不是用这个那么疯狠的理由 他应该就是指中国共产党是邪恶的政党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大选 让美国吃的一定会做些手脚 一定会搞些东西 可能落毒 做些基因改造 是对美国有害的 应该只有这两个意思 没有其他意思 我逐个回应一下 第一个回应就是 如果你说到中国共产党核下的农田 所种的大选是特别危险的话 我就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有一样食物 仅仅是因为它是由某一个政党所种 或者政党核下的农田所种 会变得特别危险呢 一个大选构成是一个科学的结构 就是它是怎么样的形状是怎么样 是有什么味道怎么种出来 觉得种子是怎么样 这个是很科学的 它种出来是蒜头就是蒜头 除非它加了一些东西 令到它不是蒜头 或者它是变了别的东西而已 所以其实这件事 就不会因为它是某个政党所种 变得更加危险的 正如我们譬如说 买这个北韩的食品 假设我们买到这件事 我们都不会说 因为北韩是一个封闭独裁国家 所以它们的食物是特别危险的 就是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去讲的 或者这个农作物是由哈马斯组织种出来的 所以就不能吃的 就是我们不会这样讲的 而大选本身 其实是没办法carry任何的意识形态 作出传播 就是你很难说通过大选 去输出给你 你美国士兵吃了之后 就会变得拥抱共产主义 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 就是如果你要禁住 这个意识形态的传播 你去禁的不是禁那颗大选 你应该是禁那些 譬如说中国的文章 中国的书籍 艺术品 短片 广告等等 所以之前如果你搞这个华为 搞TikTok去阻止 中国输出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仍然都比较讲得过去 但是大选是没办法做到 意识形态的传播的 就算是神通港大的党中央 都不可能做到 所以就不需要太高估我们国家 如果不是这个理由 参议员大人的意思 大概就是 中国人在种植的过程里面 他就会令到这个大选 变成一个危险的食物 因为他的种植的方法 是不卫生的 似乎可能他是这样的意思 他指控就说 中国的大选是用些屎水来种的 如果用些屎水种下去 就不卫生 当美国士兵吃了大蒜之后 就好像吃了屎 这样就会影响战斗力 美军就会被削弱 美军就没办法维持国家安全 他就说 如果我们的食物不安全 我们的士兵是怎样维护国家的安全呢 对于这个说法 连加拿大的学术机构都看不过眼 有个大学机构就说 没有证据表明 中国是用这个污水 作为种植这个大蒜的肥料 而且其实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 是一个优质的肥料 而那些屎是如果先处理好发酵程序 再审落农田的种植 其实对植物是没有害的 而且那些屎水即使作为肥料 这样用也好 其实它不是直接淋在那些叶和果实上 因为这样是会造成消苗的情况 其实只会淋在根部 或者泥土里就用到这些屎水而已 所以美国的大兵吃到那些大蒜 其实是不可能被屎水淋得到的 这个基本上是普通没读过书的农民婆婆 都应该知道了 参议员大人竟然是不知道 是令人挺惊讶的 另外就算真的用屎作为肥料去种植都好 听上去好像很噁心 但其实比你想象中是安全得多的 因为动物的屎本身是一个优质的肥料的来源 只不过现在用动物屎去做肥料 其实就不是那么普及的 因为其实它的肥力就不是很够 你要养活那么多人 就是正如我们如果想吃一只鸡 我们想吃一只乡下的走地鸡 我们在街市买不到的 我们回乡下捉才捉到的 就是那些农民 可能那些亲戚用穀物去养的鸡 那些鸡特别好吃的嘛 就是它们走地的肉质特别弹牙 其实你想吃都不是那么容易吃到 因为这些有机东西来的 其实屎都是一样的 就是那些农作物生长 需要那些淡伦甲、铁钙、猛身 等等那些微量元素 其实以前没有化肥那么化大的时候 那些屎可以是一个不错的天然的肥料 那动物屎也是肥效是很持久的 那肥力也是均衡 那只不过相对薄弱 那所以肥力只有大约化肥的10% 它不能够广泛地在整个中国都用 那所以要量产这个用屎水林 种出来的大蒜呢 其实是有困难的 那以前我们农业技术没有那么化大的时候呢 就是小规模种下 那些乡下人种来自己吃的时间呢 可能就会用屎水啦 那如果你要养活全国的人口的时间呢 甚至要将这个农作物去做出口呢 基本上是不可以靠有机肥料的 全部都是化肥来的啦 那所以其实美国真的想吃到用屎水种出来的中国大蒜呢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来的 那与其你去指控中国用屎水毒害美国 不如看看自己的曼山都公司对全球的农作物做了些什么好过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很有趣的现象呢 就是美国很喜欢将任何和中国有关的问题都会连续到这个国家安全的层面上的 好像很希望呢 国民有一种呢 就是中国是很危险啊 中国很有意识地想要谋害美国啊 这种这样的观念啊 那就算是中国出口的农产品 可能有某些不符合他们的标准都好呢 你都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嘛 就是我们香港 譬如说有某些入口过来的食品 可能是有复射的 或者是某些含量超标的 我们不会说这个国家呢 想危害我们国家安全 我们不会这么说嘛 我们只不过叫消费者 你不要吃啦 尽量退回头啦 这些东西对我们有害有小心 最多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美国很流行的 任何东西都会联系到这个国家安全身上 美国一系列的操作呢 其实主要是为了 找一个借口去反华 其实想要达到的呢 就是一个全民反华的倾向啦 只要美国的民众和政商界呢 会因为这件事联系到呢 哇 中国人想给我们一些糞便吃啦 这样子 接着就反华呢 其实目的就达到了啦 那就算以后中国做些什么都好呢 我们应该要习惯啦 都会被指控是危害着这个 美国国家安全的 好像之前的华为啊 中兴啊 新疆棉啊 海鲜啊 等等啦 其实之后呢 有越来越多千奇八怪的呢 都是我们呢 有谋害他们的想法这样的 到底这件事呢 会不会真的 雷蒙多收到这个信之后 去真的展开调查呢 那我们稍后就会知道啦 那不过呢 美国似乎容不下中国这个情况呢 是不会怎么样 在未来产生很大的变化 接下来呢 这个浪潮应该继续蔓延的 这是2023年最后一个快闪港啦 那也是总结2023年的时间啦 今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 就是过得不是太好 工作和生活上都会有很多的挑战 那但是即使是这样啦 我们都顺利捱到年底啦 那所以希望呢 就是来年会更好 那所以今天呢 想跟大家呢 就是总结一下 过往发生了些什么事啦 还有我在2023年的一些 个人的感悟 我相信你都会拿到少许的